大家好啊 这个马云来西班牙了哈 也不跟侃爷打个招呼哈 人家是大老板哈 咱是退休的小老头 我听说马云都来了三天了 是吧 这个说是16号的凌晨 跟他的一帮富商富豪朋友啊 他们有人家有自己那个圈子 16号的凌晨 坐了两架私人飞机 飞到西班牙的 马云呢 在西班牙花费巨资 买了一架 买了一艘吧 这个超级豪华的游艇 那个游艇好像停在了伊维萨岛 伊维萨岛就在我们巴塞罗那往南 几百公里的地中海里边 那个应该是属于巴利阿里群岛 巴利阿里群岛啊 也是一个大区 西班牙有17个大区 属于那个大区 属于那个群岛的里边的其中一个岛 很巧的是我没去过 这个我的老婆啊 我老婆跟他们的几个朋友 他们那次去了五个人啊 他们到那岛上玩过几天啊 那边的岛 有的岛 比如说伊维萨岛啊 就是英国人比较多啊 可能隔壁那个岛 就是美国人比较多 或者是德国人啊 都是欧美人 以欧洲人为主吧 度假的地方啊 这个之前一直传说 马云呢 就是边控了 净管了 但是看来呢 他在捐了1000个亿 共同富裕之后 而且各种的打压 包括这个蚂蚁金服 不让他上市 他的这个股票的市值 蒸发了很多钱 但是他一直认怂 浮软 配合 低调 现在看来哈 允许他出境了啊 这个马云是来度假的 跟他一帮朋友啊 到了西班牙啊 这个不知道他待几天啊 不知道来不来我们巴塞罗那啊 我估计人家不来 就在海上 像他这么忙啊 他说他要退休 就当个马老师 实际上捷克马嘛 不太可能 估计在船上跟那些富豪朋友 还是在谈一些什么并购啊 投资啊 整合呀 他闲不住 毕竟岁数不太大 而且那么大的资产 那么大的公司 是吧 说起来这个西班牙啊 西班牙的名人也不少 啊 名人不少 郝海东 郝海东在南部啊 在马拉加那边啊 离我们应该有上千公里的距离 他们那边夏天比较热啊 我们是西班牙的东北 马上就到法国了 再有个两三百公里吧 我们就是到法国了啊 这个还有柴静啊 中央电视台的柴静啊 这个也住在巴塞罗那啊 还有这个吴磊 是吧 吴磊啊 这个踢球的 在巴塞罗那有两个俱乐部啊 有一个FCB啊 还有一个叫西班牙人 这两个 这个FCB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是支持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独立的 西班牙人 你听这名就能知道是支持统一的啊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原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的女儿 也住在西班牙应该也在巴塞罗那 还有北京国安原来踢球的那个高雷雷啊 也在巴塞罗那 他们那个小镇我还去过 他跟吴磊好像住在同一个小镇上 那个小镇有四个山头 就四户中国人 可能是吴磊和高雷雷也都在那啊 还有其他一些演艺明星什么的啊 什么玩摇滚的 他们很多人都住在巴塞罗那 我们这名人也不少啊 生活成本比较低 是吧 完了那个气候也好 这个空气啊 这个我们这是个农产品大国啊 旅游啊 这个欧洲的果篮子菜篮子 阳光沙滩 海浪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 是吧 马云啊 看来没大事 跑出来了哈 会不会去找潘石屹啊 潘石屹跟张欣两口子在美国 是吧 他们到美国聊一聊 是吧 反正他坐这个游艇 随便溜达呗 是吧 在海上啊 这个游艇我们这也有的朋友 北京来的 买那个比较小一点的 买个旧的 二手的 两万多欧元 人民币差不多二十万吧 然后每个月停船费啊 给你弄个博位 就给你停车位似的 大概人民币一千多块钱 呃 反正基本上你要是稍微有点钱的话 不是特别的穷 啊 你能承受啊 这个有的那个游艇还不需要两万多欧元 可能一两万就十几万人民币 就能买下来 呃 当然马云那个 我估计怎么也得人民币上亿了 是吧 毕竟人那个阶层 人那个身价 人那个圈子 是吧 是不一样的啊 好吧 朋友们 关于马云的事 基本上咱也就聊聊到这儿啊 给大家添点乐啊 添点笑料 添点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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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